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我的内心始终成了魔鬼的奴仆 和上帝的话语没有任何的关系 主啊 在这时间求主帮助我 是我的内心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我的内心领受这最好的消息 正是上帝给我们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 使我们的家庭 使我们的儿孙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使我们在这世上赞美上帝 荣耀上帝 真实地做爱国者 奉耶稣的名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我父上帝给了我们最好的允许 正是派遣了爱子耶稣基督 使我们因耶稣基督拥有了这喜乐的和平啊 不足的仆人我平牧师 通过圣经的话语 领受了很庞大的恩惠 那么在这世上如果能信耶稣基督 这真的是最有福气的 有些人很多人说是信主 但是呢不知不觉中生活中呢就离开了基督 夸自己的力量 夸自己的人脉 这一切都是属魔鬼的 如果再夸世俗的话这是最可怜的家庭了 马太福音23章啊 受获的法利赛人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结亲家的时候 我们找结婚对象的时候 我们要睁开双眼 真的是擦亮双眼 在耶稣基督里 信奉耶稣基督的家庭才是最美好的家庭 信奉耶稣基督的才是幸福的 是值得成为结婚对象的呀 在座的各位 很多人来到了教会 内心始终没有信心 没有获得上帝的信心 这是最为可怜的 和上帝的话语没有任何关系的 这是最为可怜的人啊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明书记23章19节 路加福音2章10节 大喜的消息 最好的消息是救主诞生了 这是最好的消息 有了基督耶稣 我们才能有了这份平安和喜乐呀 而降世为人的基督 正是上帝的奥秘 哥罗西书二章二节 我们唯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 正是上帝的奥秘 而很多人这辈子来到教会 说是这辈子信主 却不认识上帝的奥秘 是耶稣基督 那真的是太可怜了 哥罗西书一章27节 基督的奥秘正是基督住进我的内心 我们能进入到基督里边 我和基督住进上帝里边 上帝住进我们里边 这就是基督的奥秘呀 那么为了实现这基督的奥秘 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了 这正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奥秘 真诚地认罪悔改 唯独靠着耶稣基督的奥秘 使我们这些罪人 能与上帝和好啊 而很多的教会 不承认耶稣基督的奥秘 甚至很多的教会 不承认耶稣基督的奥秘 是赦免我罪恶的 不靠着耶稣基督的奥秘 真诚地认罪悔改 所以这时候 这教会就成了假的教会了 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 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这是有福气的 在这世上 我们是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 不要自己伸冤呀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 基督耶稣降临 为的是给了我们 这最好的平安和喜乐 使我们这些罪人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罪恶得到赦免 能与上帝和好啊 而在座的各位 我们内心有没有得到 这份喜乐呢 有没有得到这份 允许呢 这大喜的消息 救主诞生 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而且这允许已经实现了 是上帝的儿子 亲自为我们背起了十字架 为我们的罪孽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而且第三天复活了 这是确切发生的允许 确切发生的现实 不相信这一现实的 不相信这允许的 就是罪恶 是最可悲的 最凄惨的罪恶 我们找一下 约安福音十六章九集 在这时间 我们来到主面前 为的是我的生命得救赎 为的是使我的家人得救赎啊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的家人 可以观察一下我周围的人 甚至观察一下我们当今 韩国的很多很多的教会 大家可能都会略微有一些感悟 在家人中 在家人中 一直反对信耶稣的 甚至一直辱骂信耶稣的 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下场 是什么样的处境 大家肯定都会看到了 约安福音十六章九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阿们 救主耶稣基督诞生了 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诞生 而不信耶稣基督的 这就是罪恶 我现在不喜乐 不平安 是因为我不信 没有信耶稣基督啊 没有承认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我 是救赎我一切罪恶的 为什么上帝说 不相信上帝就是罪恶呢 因为 唯独上帝是创造我的救赎主 唯独上帝是能使我 脱离一切罪恶和死亡的 而我们却不相信这位上帝 这就是最大的罪恶 我们找一下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 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 不相信上帝的 就活在罪恶中 也死在罪恶中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祸患追赶罪人 义人必得善报 阿们 不信耶稣基督的 不领受这主耶稣基督福音的 那就是最大的罪恶 大喜的消息 基督诞生了 很多人说 哎呀 这圣诞节是耶稣诞生了 我们要认识这位耶稣就是基督 是上帝在创世以前 就跟我们立下的允许 约定的基督 基督就是耶稣 这是一体呀 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 很多人呢 讲着耶稣 却不承认耶稣是基督 我们要承认耶稣就是基督 是唯一的基督 是唯一的救赎主弥赛亚呀 以负责说三章十七节 我的内心有耶稣基督的时候 这才是信心 很多人说 哎呀我来到教会 我是不是有了信心呢 不是的 我的内心得到耶稣基督 这才是信心呀 很多人说是信耶稣基督 而言行举止呢 却在违背上帝的话语犯罪了 那这可怎么办呀 我们找一下生命节 二十一章十八节 我们背叛基督 违背上帝的话语 离开基督的时候呢 儿女遭害 儿女 儿女受害的 我们找一下生命节 二十一章十八节 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背起了一切的罪恶 而且我的疾病 我的灾难咒诅 也全背负在自己的身上 为的是使我得救赎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信耶稣基督 遵守上帝的话语啊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应许 那么其他的宗教 很多宗教呢 买一些护身符啊 买一些符记啊 遮遮掩掩的 藏在被窝里 很多餐厅呢 也把一些护身符 把一些所谓辟邪的 贴在墙上 那一切没有任何的用处的 唯独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战胜了一切的恶魔 邪恶的魔鬼啊 耶稣基督诞生在世上 就是光 而这世界是黑暗的 恨恶光啊 约安福音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而当今很多的教会 也在恨恶这个光 为什么教会恨恶光呢 不承认耶稣基督的保险 不肯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这就是恨恶光 不领受耶稣基督 生命纪二十一章十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样 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 不听从父母的话 他们虽诚挚他 他仍不听从 阿们 生命纪二十一章十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样 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 不听从父母的话 他们虽诚挚他 他仍不听从 阿们 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 这些 这些不听从父母话的人呢 要用石头打死的 那么 为什么孩子这样的顽梗悖逆 不听从父母的话呢 这就是因为父母的罪恶 导致儿女这样的顽梗悖逆 一起结束二章三到四节呀 为什么当今很多人自杀 而且很早就遇到交通事故死亡呢 这一切都是灾难 很多人去都蜜月的时候 在途中就克死在外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罪恶的代价 背叛了基督 背叛了耶稣基督啊 当今很多的教会不承认耶稣基督 不信耶稣基督 说是信主 嘴上喊着耶稣基督的名 却不承认耶稣基督的宝血 不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呀 在座的各位 我们真诚地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谦卑地认罪悔改 为的是使我的生命得救赎 为的是使我的儿女得救赎啊 大喜的消息 救主诞生了 有些人领受了这福音 有些人信了这福音 而有些人始终不肯领受 不肯信呀 很多人说 哎呀我这都是好几代的信仰了 我为什么始终不领受呢 我们找一下真言一章二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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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读圣经 读的时候就能认识到 我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恶 通过圣经的话语 认识到我的罪恶呀 第二十二节 我们来读一下 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 什么是愚昧呢 真言十四章十五节 什么话都信 假的讲道也听 什么都听 什么都信 这就是愚昧的人 愚昧的人不分 就不懂得分辨是非 不懂得分辨 很多人临终去世的时候 非常凄惨 非常痛苦 这些人分明是因为藐视上帝的话语 甚至背叛了 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愚昧的人不懂得分辨 愚昧的人不懂得分辨的 比如说教会里 有一些人搞纷争争吵 我们在身边看着 也不分辨 我们属乎魔鬼的时候 我们被魔鬼胁迫的时候呢 就会抱怨 发怨言 有大数一章十九节啊 很多教会里 有些人在背地里议论 说别人坏话 也没有人劝 也没有人真心的劝勉 愚昧的人呢 就喜爱愚昧 那么 泄满人喜欢泄满 愚丸人恨恶知识 要到几时呢 那这知识 这知识讲的是 上帝赐给我们的知识啊 世上的智慧与知识 那不叫知识的 唯独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 才是真的智慧与 知识 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 当今很多人呢 分不清什么是教会 甚至一辈子在假的教会里 听的是假的讲道 什么叫假的讲道 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的 没有讲耶稣基督保写的功效的 没有讲耶稣基督保写 是我唯一救赎主的 那都是假的讲道 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 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 属魔鬼的时候就离开基督啊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 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阿们 这我的话 我的话就是耶稣 这话语就是耶稣 话语就是上帝 缘分一章一节 缘分一章十四节 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 不足的朋友 是传这耶稣基督的保险 大概传了大概有二十年 十五年了 一直传这四节段悔改 而属魔鬼的呢 始终不爱听啊 我身手无人理会 很多人经历了 什么呢 经历了 看见天国了 也看见地狱了 而始终满耿背你 我不肯信耶稣基督啊 第二十五节 反轻弃我一切的劝戒 不肯受我的责备 我们藐视上帝话语的时候 导致一个国家受害啊 我们韩国被日本人侵略 那么长时间 那都是因为我们 李朝王室呢 所谓的王室家庭 藐视了福音 没有领受福音啊 诗篇一百零七篇 十到十二节 当年这福音 传入我们国家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王室 排斥了福音 甚至藐视了福音 没有领受这福音 导致国家就受害了 再次的各位 大家还要藐视圣经话语 侵蚀上帝的话语吗 人活着自高自大 不听从上帝的话语 藐视侵蚀上帝话语的 我们都要回转 真诚的认罪悔改吧 第二十五节 反清弃我一切的劝戒 不肯受我的责备 阿们 真言二十八章十五节 听责备 使我们获得智慧啊 很多教会呢 光讲一些讨人唤信的好话 那就是假的讲道了 我们背叛主耶稣基督的话 就不爱听责备 不爱听真理的话语 以赛亚说三十章八节 再次的各位 我们今天读了这些经文 就要醒悟过来 真诚的认罪悔改吧 第二十六节 你们遭灾难 我就发笑 因我们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轻视了上帝的管教 藐视上帝的责备 不肯受责备 这时候就遭灾害 惊恐就临到你们 我必吃笑 第二十六节 你们遭灾害 你们遭灾害我就发笑 诗篇五十篇十五节 患难之日 我们当求告上帝 很多人就呼喊 主啊 耶和华上帝啊 求主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 而这时候 上帝说 我就会发笑 惊恐临到你们 我必吃笑 在座的各位 很多人来到教会 说靠着耶稣 基督的保险 真诚的认罪悔改了 哎呀 但是我的丈夫 始终不顺利 我的儿女也始终不顺利 我的工作也始终不顺利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这世界的科学再发达 这世界的所谓的人工智能再发达 也不可能主宰自然界的变化 水的动向 靠科学 靠人工智能 是不可能监测 也不可能主宰的 因为这一切是有主 万能的主 全能的 创造这世界的唯一的主宰 主耶稣基督 上帝在主宰着这一切 惊恐临到你们 好像狂风 灾难来到 如同暴风 急难 痛苦 临到你们身上 在主的各位 很多人脸上没有笑容 心里不平安 我们今天读了这些经文 承认我的罪 主啊 是我轻视了上帝的话语 是我不肯受责备 是我背叛了主 我的祖宗也一直背叛主 违背上帝的话语 我们真诚的 谦卑的认罪悔改吧 真言十四章三十四节呀 大喜的消息 救主诞生了 有这么好的消息 有这么好的 确切的拥许 确切的现实发生了 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代替我的罪 代替我的灾难 代替我的死亡 代替我的一切的不幸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而第三天复活了 是战胜了一切的邪恶的 恶魔恶鬼的权柄 是灭绝了所有的一切的 恶魔恶鬼的作为 而这么好的现实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呢 真言十六章四节 我们活在罪恶的时候 总会被恶所支配 被邪恶支配着 成了恶的道具呀 很多人说在这世上 有钱了 有名誉了 有出息了 成功了 却没有意识到 自己正在被恶使用着 被恶使用着 最终是邪恶的地狱呀 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要警醒过来呀 第二十八节 那时你们必呼求我 我却不答应 恳切地寻找我 却寻不见 阿们 在座的各位 大家现在祷告了 也觉得自己的祷告 没有达到主面前的 大家真诚地认罪悔改吧 甚至很多人说 哎呀我都做了四季段悔改了 这怎么还是我心里 没有任何的变化呢 大家警醒过来吧 我曾经 别人给我传福音的时候 我内心是多么的不屑 甚至一直辱骂 这一切的罪过 向主承认自己的罪恶吧 第三十节 不听我的劝诫 藐视我一切的责备 第二十九节 因为你们恨恶之始 不喜爱 敬爱 敬畏伊和华 上帝最爱我 因为上帝爱我 所以上帝管教我 启示录三章十九节 上帝的话语 全是爱 是责备我 管教我 提摩在后书三章十六节 我们教会 比别的教会 责备会更严厉 更多一些 而很多人不爱听责备 不肯受责备 在座的各位 大家醒悟过来 警醒过来吧 很多人来到主面前 经历了上帝的爱 经历了上帝的全能 聆听了这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却始终不领受 却始终不肯接受的 这时候大家要警醒过来 醒悟过来呀 我们每个人都 省察一下自己 我有没有专心爱主 敬畏上帝呢 我们现在 承认自己的罪恶也不晚呀 趁早的 跪在主面前 谦卑的 真诚的认罪悔改吧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吧 我们呼喊阿门 哪怕我现在被困在死亡的网罗里了吗 我们找下西方亚书三章七节 上帝 给了我责罚 使我在灾难和罪恶中困住了 那我的处境这样的凄惨 那这时候我可怎么办呀 我们经常通过新闻 经常通过一些 电视剧看到一些什么样的现象啊 哎呀有些人天生就是残疾的 有些人天生就是 老年痴呆症 这一切的灾难都是因为 祖祖先先藐视 轻视上帝的话语 本人轻视了 藐视了上帝的话语啊 很多人来到教会找答案 却找不到这真理的话语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没有专心爱主 没有专心敬畏上帝啊 西方亚书三章七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我说你只要敬畏我 领受训悔 如此你的住处 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 只是你们从早起来 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 阿们 我们的行为举止 我们的足足先先的行为举止 这一切的罪恶上帝都知道的 而我们都会死在自己的罪恶中 有些人 是很多的 甚至很多人呢 在一种可悲的交通事故啊 可怕的事故中 死亡灭绝 而上帝的要求是 让我们敬畏上帝领受训悔 我们找一下真言十四章 真言十四章二十七节 能使我们脱离这死亡的罪恶的 是唯独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宝血 信耶稣基督的名 真言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全员 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 阿们 比如说 我的命运已经是在死亡的网络里了 而当我们敬畏上帝 敬畏耶和华的时候 上帝搭救我 拯救我的生命啊 耶利米书三十二章 三十八到四十二节呀 在耶稣基督里 使我们成为一条心呀 以赴所述一章十节 约安福音十四章六节 唯独耶稣是道路 这一条路是唯一的路 救主诞生了 救主耶稣基督本身 就是敬畏耶和华上帝的 我们活在罪恶里了 我出生在罪恶 活在罪恶里 陷入在死亡的网络了 而这 在这世上看似是绝望的 而认识耶稣基督 信奉耶稣基督的人 相信耶稣基督给我救赎的能力的人 能够因信耶稣基督脱离这一切死亡的网络 灵魂是能得救赎的 在座的各位 因我们愚昧无知 我们曾经犯了太多太多的罪 我们的祖祖先先也犯了太多太多的罪 而最根本最严重的罪恶 就是没有信耶稣基督 甚至背叛了基督 不相信主 这就是最大的罪恶呀 今天我们真诚地承认罪的罪恶 向主臣民自己的罪恶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吧 真言一章二十节 读到最后一节 大家读了之后呢 就踏踏实实地承认 这一切就是我的罪恶 这都是上帝的爱 教导我 指证我的罪恶是什么 指出我的罪恶是什么 主啊 我经常背叛了主 我经常背叛了耶稣基督的教导 是因为我没有信主 违背了主的话语 求主饶恕我 我们每个人真诚地 谦卑地 承明自己的罪恶 求主饶恕 大喜的消息 救主诞生了 这已经是上帝给我们立下的允许 是最确切的允许 是真理呀 我们不能被恶所使用啊 我们不能被邪恶支配着呀 那并不是成功 那并不是有出息呀 很多人说 我嫁了一个特别有钱的人 我嫁了一个家境特别好的人 大家时刻省察一下自己吧 灵魂去地狱 那是最可怕 那是最凄惨的 我的灵魂要得救赎啊 在这世上的生活 一切都是短暂的 我们要靠着圣经的话语 擦亮自己的双眼 求圣灵主宰我的心怀意念呀 我们不属于圣灵的时候 我们不属于圣灵的时候 都是属魔鬼的 罗马书二章八节 当今很多的教会都分档节派了 有各种各样的宗派 有各种各样的教派 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让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 我们今天只专心爱主 敬畏上帝 使我们脱离一切的死亡和咒诅啊 把好的祝福 把这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传给儿女 传给身边的人 传给这个国家 我们真诚地呼喊主啊 来认罪悔改吧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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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上帝 主啊 我们错的太多了 主啊 我犯的罪太多了 我一直轻视了上帝的话语 我一直嘲笑主的福音 藐视了上帝的话语 我们的祖坚 我们的祖祖先先也轻视了 藐视了上帝的话语 我们一直嘲笑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主啊 我们错了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饶恕我们 是我们犯罪 是我们得罪了上帝 主啊 我们错了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